各位,上個月的這個系列 跟大家一起探討過 動物會不會上天堂的問題 自從上次之後 其實我也有在其他場合 有略為去講過相關的話題 收到一些回應 那些回應是我覺得很值得 今天拿出來在這裡回應一下 那些回應是怎樣的呢? 最令我印象深刻 我覺得最值得拿出來談一談的就是 有些人引用《舊約聖經傳道書》三章二十一節 他們說傳道書那裡這樣說 人的靈是往上升 收的魂下入地 由此看到人有一個靈會向上升 即是上天堂 即是跟創造者再見面 而獸並沒有靈 獸只有魂沒有靈 他們的魂下落地 下入地 即是沒有上天堂 即是見不到他們的創造者 即是沒有了 這個說法很有趣 但是當我們打開聖經 如果大家一起打開聖經的傳道書 看一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其實那個情況 就不是這些朋友所說的 聖經不是說的 首先 剛才我讀的那一句 是直接來自和合本的 和合本是1919年出版 距今已經超過100年前的一個中文譯本 雖然是一個這麼古老的譯本 但是到現在仍然是 香港本地和世界各地 不少的華人教會 仍然在流通著 是一個流傳很廣泛 仍然是很通用的一個版本 那我就讀和合本 和合本的傳道書三章二十一節 整句是怎樣的呢? 他就說 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 瘦的魂是下入地呢? 同樣地我們看看 現代中文譯本 這個在二十一世紀出版的 其實是根據和合本 稍微作少修訂的 因為現代中文譯本 那裏就說 誰能肯定人的靈會往上升 而瘦的魂落地下呢? 而和合本修訂版 這個也是在過去十幾年左右 一個比較現代的和合本修訂版 即是和修本 就是這樣那裏的 他說 誰知道人的氣息是往上升 走瘦的氣息是下入地呢? 留意是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這個環球聖經協會所出的新譯本 就是這個譯的 就說 有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 生蓄的魂是下降而入地呢? 我們再看看一個完全不同的譯本 就是《鳳像譯本》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的《鳳像譯本》 那裏是說 誰能確定人子的那一口氣 一定會升天 而生蓄的收蓄的 卻要沉入地下呢? 而馮像先生 就是一個逆者 馮像先生 在這裏更加多一句註腳的話 這個是人的口氣會向上升 走瘦的口氣會沉入地 這是當時近東 即是一帶的古代流行的宗教思想 但是這個作者 就是《傳道書》這一部份的作者 就因爲悲觀的緣故而懷疑這個說法 質疑這個人的靈會向上升 瘦的那一口氣落入地 他質疑這個說法 我們看看另外參考一下英文的譯本 首先看看一個現在很流行的年青人 我想看英文聖經很多都會看這個版本 即是The Message 這個所謂信息版的緣本 他那裏是這樣說的 信息版說 Nobody knows for sure that the human spirit rises to heaven or that the animal spirit sinks into earth Nobody knows for sure the spirit rises upward and if the spirit of the animal goes down into the earth 另外一個都相當流行的NRSV 就說who knows whether 其實差不多了是吧 NIV說who knows if who knows whether who knows whether who knows whether the human spirit goes upward and the spirit of animals goes downward to the earth 還有一個就是NASB 就是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2020的版本 亦都是這樣的 他説 who knows that the spirit of the sons of mankind 這個和鳳俊的譯本是近似的 Sons of mankind ascends upward and the spirit of animals descends downward to the earth 好了 在這麼多的比較新的現代譯本之後 我們看看一個很古老的 很古老的英皇陰定版KJV King James Version 是怎樣譯的 King James Version 那裏說 who knoweth the spirit of man that goeth upward and the spirit of the beast that goeth downward to the earth who knoweth 又是誰知道 誰知道 誰能肯定 誰人可以確定 從這幾個古今和中英的譯本 我們看到幾件事 首先第一點就是 人的靈往上升 瘦的魂是下落地 這個說法不單止斷章取義 它簡直是斷句取義 因為整句話不是這樣 整句話開頭有幾個字 就是誰知道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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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靈向上升 瘦的靈 或者瘦的氣息 是向下降的 這是其一 其二 除了剛才那點斷句取義的謬誤之外 其次就是 講這個靈和魂的問題 和合本 現代中文譯本 和環球聖經公會的新譯本 都是說 人的靈 和瘦的魂 但是其實 在本來的希伯來文 都是同一種字 就是Rua 就是一口氣的意思 其實本來的意思就是 那個氣是什麼氣呢? 就是 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 所吹出來的 吹進來我們身體的 所給我們的一口氣 其實就是我們生命的氣息 所以和合本的修訂版 是譯成人的氣息 和走秀的氣息 而其他各個的英文版本 所有的英文版本 都是譯成 Human Spirit 和Spirit of the Animals 都是用Spirit的一種字 是同一種東西 很明顯 和合本 和其他有兩個的中文譯本 把那裏分成靈和雲 是一個中文翻譯的修詞上面 的對比的一個風格 而不是有兩樣東西 所以在這裏也就是說 第二樣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 不可以 我們不可能從 傳道書三章二十一節 這裏說 去指出 人才有靈 動物是沒有靈 是沒有這回事 大家都是那一本氣息 第三方面 想和大家一起看看 就是傳道書第三章 這裏究竟在說什麼 其實他的前文後理是怎樣的呢 為何在這裏忽然間會說 誰知道人的靈向上升 誰知道這個 走秀的動物的氣息 是會向下降的呢 誰知道 為何在這裏忽然間會這樣說 如果大家對於傳道書第三章 有小許的印象的話 你會記得 你大概都會知道 這裏很出名的 因為傳道書第三章一開始 就是說 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 打仗有時、和平有時 釘石頭有時、堆石頭有時 擁抱有時、不擁抱 或者拒絕擁抱有時 那裏說一切的東西 其實都有個定時 我們沒有得盡力來的 然後去到第三章的中間 他忽然間是話題一轉 可能我不應該說話題一轉 因為其實都在延續 應該都在延續同一個話題 在那裏 是傳道書三章十六至二二節 我根據和合本修訂版 我讀一次給大家聽 第十六節 三章十六節 傳道書 我又見日光之下 應有公平之處有奸惡 應有公義之地也有奸惡 我心裡說 上帝必審判異人和惡人 因為在那裏各樣事務 一切工作都有定時 呼應前面的幾句 第十八節 他說 我心裡說 為世人的緣故上帝考驗他們 讓他們看見自己 不過像酒壽一樣 因為世人遭遇的酒壽也遭遇 所遭遇的都一樣 這個怎樣死 那個也怎樣死 他們都一樣 都有一樣的氣息 這個怎樣死 那個也怎樣死 他們都有一樣的氣息 人不能強於酒壽 全是虛空 這個全是虛空的意思 如果我參考逢脹易本 其實就是說 都是那一口氣 都是呼一口氣出來 都是這樣 人不能強於酒壽 那些並不勝過其他的動物 第十節 都歸於一傳 大家的歸宿都是一樣 都是出於塵土 也都歸於塵土 誰知道人的氣息是往上升 酒壽的氣息是走下地 總而言之 第22節 總而言之 人能夠在他經營的事上起落 是最好不過的 因為這個是他應得的報償 他身後的事 誰能領他回來看呢 就是我們死了之後 我死了之後 誰可以帶我回來看 我做了那些事 後來演變成 發展成怎樣 或者衰成怎樣 紅養我的狗 紅養我的狗 都是 他們死了 我怎麼能夠帶他 誰可以帶他們回來 看看 家裡的主人 變成怎樣 他的弟妹 變成怎樣 以前住的那裡 變成怎樣 他在街邊 哪裏在電燈署那裡 錄過那個位 後來被誰錄過呢 我全部都是不知道 人不能強於酒壽 這裏是說的一樣 其實傳道書在這個位 是說的一個世界上 這個作者 遭遇到 目睹到世界上的 不公平不公義的種種的情況 然後他的概念是說 人和其他的酒壽 其他的動物 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大家都是出於塵土 我們大家都是有那個口氣 同樣的那個口氣 然後當我們兩腳一伸的時候 或者其他酒壽 四腳一伸的時候 我們歸於塵土 他們同樣也是歸於塵土 人並不強於野獸 我們並不勝過他們 如果有人要從這個傳道書 第三章二十一節這裡 去指示 這裡是顯示人 是聰明一點的 人是向上升 我們有靈魂 向上升 其他酒壽是沒有的 這個是絕對在這一節的經文裡面 我是說這一節的經文 絕對不可能在這一節的經文裡面 是確立到這一節的 OK 那我今天所說的 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麼多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個月我們再談 進一步談 相關和其他的話題 拜拜 請問一下 你非常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